韩剧《泪之女王》剧情进入高潮 当然,在14日播出以后,收视率截然飙升 TVN电视台昨午在社交平台上官方宣布 《泪之女王》最终成功以23.072%的收视率封神 如此高的收视率也成功超越了当时的神作《爱的迫降》 所创下的22.677%以及创下21.575%收视率的热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成为TVN历代电视剧在韩国首都圈的收视冠军 在12集里,爷爷轻生的剧情让整部剧迎来高潮 可是按目前的剧情发展来看,海人的病情每况愈下 再加上网络上又疯狂流传着课有海人名字和生日期 以及流产婴儿秀斌的出生日期的墓碑照片 所以,网友们开始担心,白贤佑以及海人的结局 是否也会有bad ending的可能性 《泪之女王》目前还有四集就要引来大结局 所以,网友们也纷纷向编剧求情 祈求让主角们都有一个开心的结局 其实,这部剧的编辑是曾经执鼻鼓 许多大事剧《来自星星的你》、《蓝色大海的传说》、《爱的破降》等等 而这些剧几乎都是IP ending 所以网友猜,这次编剧应该也会给观众满意的结局 由金秀贤、金志源主演的大热韩剧《泪之女王》 目前已播出12集 高人气也带来了超狂收视率 成绩已经超越了2017年的鬼怪 TVN也宣布 首尔首都圈的成绩23.072% 成绩超越了孙艺珍、玄冰主演《爱的破降》22.677% 不仅是《泪之女王》 更是收视女王 也证明了金秀贤、金志源与《泪之女王》的人气 《泪之女王》大结局第15、16集 将于4月27、4月28日播出 剧迷对于即将迎来完结片相当不舍 不想跟双金演出的白红夫妇说再见 也纷纷在猜测结局的走向 而为了不让广大观众在该剧结束后感到失落 TVN会制作两集内容的特别节目 预计于5月4日、5月5日播出 不过,因为演员都已经有形成 所以不会合体 而是各自录影、分享幕后故事 编剧《朴之恩》再次创造话题制作 《泪之女王》是《爱的破降》 来自《星星的你的》编剧《朴之恩》最新作品 只能说《朴之恩》编剧再次超越自己的经典制作 又带来了一部现象级的作品 《泪之女王》在韩国火红的程度 甚至有上班族网友留言说 身边没有人是没在追剧 可见待剧的人气有多火热 《南韩全国收视率》紧追爱的破降 《泪之女王》最新一集12集 剧情演到财阀一家的爷爷过世 而白贤又与鸿海人一家人 回到了豪宅 要找出藏在家中的秘密资金 而这一集的收视成绩 《南韩全国》来到了20.732% 紧追在爱的破降 全国收视率21.683%之后 即将要超越这部神作 4月27、4月28日 《泪之女王》迎来完结片 最新剧情中 金志源饰演的洪海人脑流的病情加重 失去记忆的状况变严重 也把朴承勋看错 误认为金秀贤白贤佑 因此 他害怕自己的病情会让白女婿难过 因此 面对他的复婚要求 只好狠心拒绝 两人又甜又虐的爱情 让粉丝看得超纠心 也非常好奇 结局会怎么演 全网都在祈祷 一定要甜甜蜜蜜的上演 Happy Ending 金秀贤 金志源特辑不合体 虽然《泪之女王》会推出两集特辑 不过主角金秀贤 金志源 朴承勋 郭东岩 李主宾等不会再合体 因为演员们各自有形成 对于剧迷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而《泪之女王》特别偏 会以访问的形式 将剧迷们想问的问题 传递给演员 透过他们来解答对于角色或剧情的疑问 金秀贤 晒与金志源合照撒糖 可能是感受到了剧迷对于《泪之女王》 以及对双金全市的海人 闲又白红夫妻的喜爱 金秀贤与金志源 近期也常晒出幕后照 陪伴剧迷们追剧 金志源是出了名的少更新社群 不过这回《泪之女王》的播出太火热 他也感受到粉丝的热情 难得晒出了不少美照 让粉丝看得过瘾 金秀贤也很懂粉丝想看什么 除了晒各种在拍摄场景的帅照 最新还释出了他与金志源的幕后合照 标注金志源的账号外 也特别著名了 这是弟弟郭东岩所拍摄 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互动超级甜 双金无论颜值演技都素配 导致粉丝们太入戏 求他们原地结婚的呼声超高 由此也可见《泪之女王》受到喜爱的程度 绝对是2024年的现象及韩剧 男神金秀贤搭档金志源 合作韩剧《泪之女王》 迎来自己的第三个辉煌全盛期 网络讨论度更是居高不下 原本就家喻户晓的国民度 再加上今年又第四度提名白享世地 人气在登巅峰 更过分的是 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创造历史 书写传奇的 因为韩网热议发现 他出道16年 主演的六部电视剧 网剧某一天不济 居然非常巧合的 收视率竟是按照角色的财产顺序爆发 也就是说 角色越有钱 收视率就越高 财力第六名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文康泰 角色 过着艰辛生活的精神病患者护理员 收视 最高7.3% 2020年 文康泰不要看 我们虽然是普通人 但没关系 话说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尽管收视率普普 不能跟金秀贤的其他大暴剧相比 但剧情超优质 更是当年白享的八项提名作品 还入围美国的爱美奖列 所以人穷志气高 文康泰依旧很帅的了 该剧剧情一环扣一环 最后的大反转更是精彩 说是金秀贤演出的人物中 最有意义的一个角色也不为过 剧情关注精神病患等弱势族群 也比较治愈 演员们的演技都超赞 特别是转场 更是教科书 级别教材 财力第五名 制作人的那些是白成灿 角色 中产阶级家庭子女 KBS综艺局 PD 收视 最高17.7% 2015年 制作人的那些是 在当年可说阵容相当强大 又难得一见 其籍金秀贤 IU 孔小镇 车泰炫 这些演员每个都是男女主的程度 其实收视率在当年看来 算是很高的了 只是跟金秀贤自己比略低罢了 但依旧让他涌夺KBS演技大赏 但凡看过此剧的人 都可以感觉到金秀贤演技已抵达另一个高峰 因为之前他才凭来自星星的你塑造了令人崇拜的高冷形象 却甘愿在制作人扮演傻蒙平凡又不起眼的角色 实属难得 尤其他把一个刚入职场 小心翼翼的新人 PD演得非常逼真 在职场挨骂眼眶红红 欲语还修的神情 拿捏得十分到位 只需要看了几集 就几乎忘了他在星星里有多么霸道 真是厉害 财力第四名 梦想起飞 Dream High 宋森栋 角色后来获得葛莱美奖的Top级歌手 收视最高17.9% 2011年梦想起飞 Dream High 室 讲述一群少男少女逐梦演艺圈的故事 金秀贤这个角色则是从乡下上来 憨头憨脑 讲话一口方言 唱歌却很好听的学生 原本胸无大志的他 却为了女主角努力成为爱豆 众所周知 金秀贤这个角色 原本是标准男二 最后居然因为演得太有魅力 半路熊熊变成男主角 其中 金秀贤把那种淳朴少年 到独当一面爱豆的心境 以及对女主角的痴情 全是细腻到爆炸 难怪能超越原本的男主角 叫人无法不爱 财力第三名 类贤女王白贤佑 角色 大企业财法法务理事兼女婿 收视最高20.7%宪政播出中 类贤女王收视率在第12集破了20% 也可以说是金秀贤的第三部大爆剧 踊跃加星星 她在剧中扣人心弦的演出 每每紧抓大家的心 光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和肢体语言 就能将白贤佑内心的挣扎与重生 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的每一个眼神转变 每一次情感爆发 也让人感受到 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 只能说金秀贤演技太精湛 方能令角色栩栩如生 仿佛跳出了荧幕 成为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说她是掌管演技和收视率的神也不为过 财力第二名 来自星星的你 都敏郡 角色 拥有霞鸥亭是大部分土地的外星人 收视最高28.1% 2013年 应该没有人不爱 来自星星的你 都敏郡吧 当年该剧创下的收视狂潮 横扫全亚洲 不仅上班族在追 妈妈们在追 连高三的学生们都在追 每个人都沉溺于 外星人东敏俊西的魅力 而无法自拔 即便时至今日 该剧仍是韩剧 史上绕不过去的 一部现象级作品 而星星剧情之精彩 最是叫人津津乐道 首先新颖的人物设定 就令观众眼前一亮了 男主是在地球 待了400年的外星人 女主是顶流美丽的女明星 再加上紧凑的情节 让人目不暇击 更别提高智商 上至天文下小地里 还有超能力和超能力的无敌大帅哥 东敏俊了 金秀贤完全演出了该角色在剧中的严肃禁欲感 吴胡实在太出色了 财力第一名 拥抱太阳的月亮李轩 角色 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收视最高42.2% 2012年 在串流还没这么有影响力时 过去的韩剧靠电视播出 收视率就是一切 而拥抱太阳的月亮 可以超过40% 只能说金秀贤当王 简直威力无法挡 特别是 金秀贤的古装扮相真的太好看了 让粉丝默不期待他能再办一次古装 而他在剧中的几场哭戏 更是震撼人心 几乎吸引了全韩国一半以上的观众 创下52.59%的最高收视瞬间 令人咋舌 剧中 朝鲜王李轩和巫女烟雨之间 艰辛但浪漫的爱情史 不仅感动了无数观众 也让金秀贤获得第48届 白响艺术大上最佳男演员奖 晋升为韩国最年轻师弟 24岁 只能说金秀贤就是性看爱演员 欣赏他的戏剧就是值得 金秀贤只主演了六部电视剧 其中就有三部大爆 收视率高于20%或更高以上 成功概率50% 已经不能说是幸运或偶然 而是他就是收视保障 如今又被发现演出的角色越有钱 收视率变越高 就不知道下回他想不想尝试一下 类似曼威萨诺斯拥有全宇宙的角色 届时收视率肯定更不得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